新住民來到台灣 很多人因為議員不通、文化不一樣 在在找頭路方便並不順利 不過今天要介紹這位外男新住民黃春莊 不管是給議員的家事禁修都很認真 所以已經拿到美容書的鑽壓進角 我就喜歡幫大家做做臉 然後讓睡眠的更好 有好的睡眠品質的話 就是對業務上面、對工作上面都會更有幫助 親切的台島、鑽壓的手法 但這位人家做臉的這位美容書 是外南來的村莊 既來台灣已經有十六年的她 一開始四季打工 後來在在工作一段時間 學美容的技術 現在她已經是有專業進校的美容書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是做的一份工作 雖然是辛苦 可是我不覺得她有苦 因為那時候我不太會講國語 那我就去發DM 在陸中央這樣發DM 然後一天我可以賺一千二 就是換早餐店 然後又可以見菜做火鍋店 熱炒的 我就做了九年 就存一些錢 後來就想三十幾歲了 我有一次跌倒 那我的腳腫起來 我說不能一輩子就是做服務業的 那我們老了怎麼辦 沒有辦法做對不對 所以我就決定去學技術 我就學美容 訪問來面下的都是她四季去聽演講的心情 不管是她以前的教師對求俗 村莊都是破到歷觀這幾個台島 所以也交到很多台灣的好朋友 她本身自己真的是非常努力 你看一個她在 我印象當中她好像是國中還高中教育而已 能夠來台灣這樣一步一步 國中畢業 現在又讀高中 現在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自己做練習 以她越南籍來講講國語這麼標準真的比較少 而且還會文字會寫 那這一點真的是她一定下了很多的一個功夫在這邊 從她的身上有發覺不完的優點 一個女性的那種堅韌的特性 還有就是不畏艱難 然後非常的心情努力的想要去學習她所有有興趣的東西 那這是我非常感佩的 混渡當年之後 村莊很不簡單 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對在台灣的生活 以充滿感見 也希望幫助更多 港款為外地來的港鄉 就是我都收一些 譬如是筆記本、筆、白板 然後有一些家庭用具 譬如是鍋子、盤子、碗 那這些我可以送給我們越南同胞在台灣工作的 這些資源我可以送給他們 讓他們降低一些消費 存一些錢可以寄回去給家人 報到一顆感恩的心 村莊有門外的錢讓自己心中 也為台灣這塊土地 加你更多的活力和希望 記者本項卡立美貴 台北蔡宏報道